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达哥 齐达 这一家 今天2020年2月21号星期一 早上我们被寒流冷到 今天的寒流是最冷的 人家说气象报导说 今天最冷到明天后天 大后天慢慢的回温 礼拜五礼拜六就好像会正常一点 但也比较不会下雨啦 那也辛苦下雨在外面奔波的好朋友们 因为下雨真的跑外温真的很辛苦 齐哥 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喜欢 订阅 点赞 点分享 齐哥 每天早上有新闻做分享做导读 顺便来看看 新闻有什么样的有趣有用的内容呢 那第二个的话 有意想匪的话 可能最近游戏就到处打吧 因为工作真的好累喔 今天忙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喘息 那 视讯直播镜头就有空再去挂吧 目前有放我唱歌的 如果喜欢听唱歌的话可以去听听看 那边都有做记录 那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今天的主题 好难过啊 今天好难过的就是 新夜日本料理悄悄悄熄灯 2月10号 2月10号悄悄熄灯了 福德主管晚上好 福德主管晚上好 那在新夜日本料理偷偷熄灯了 今天的标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每日的新闻 今天贴 第一则李天怡 第二则黄静瑩 就我们说选举快到了 其实很多政治的新闻会陆续出现 那疫情也平稳些啦 所以现在疫情也开始慢慢的回温 比较不会有状况 那 第四名还有明星赛 柯瑞全明星赛 连创记录 乐捐十万八千美元 那边还有明道 明道路标同心彰化 招家长公审 往生浪一面倒 顾好小孩啊 好的 那福德说 达哥早 钓鱼好朋友 谢谢福哥 那第六的话是廖万龙 身价五百亿 青蓝金主 转帮民进党 那第七 疫苗第三剂 8 浓染包 浓染包用哪几项 之前有做分享过 浓染包有四个部位 热度升级不怕 全台激动 一般就是放脖子 肚臍下方的腹部 还有侧背 背后两个 因为背后两个算肾脏的地方 也可以做保暖 那刚刚说下雨的话 228的话 雨神 他这边有一个提前告知 228年假前将转勤了 所以各位朋友 疫情转好 天气转勤了 可以好好安排出去 游玩的一个时间了 那第四集 捧家家 卖两房朝七下跪 捧家家 喊吐天天被看不起 最好别结婚了 所以有时候很无奈 为了他的梦想 为了他的事业 想要去打拼 就发生了 现在才有负债的一些事情 那第十一 賴慧如 踩打第三季 賴慧如寒流拍戏 淋雨七小时突然昏倒 嚇壞众人啊 还是跟各位朋友讲 不要太累了 累的话搞死自己 早的话 像我们的纳豆 到现在也还没消息 新闻之前爆说 他好像都没什么状况 也没什么样 那一期还是我们观看吧 如有暖如 宜蘭流浪动物中途之家 驻毛孩 驻寒流 那今天早上也爆新闻了 总共有38个人吧 全台有38个人 猝死众医院吧 那忘记有一些内容 喜欢了解的话 玩家可以在点击下面去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新闻 那只有这一天寒流了 其实现在已经目录春天了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多多注意一下 那我们最后的好可惜就是 新夜日本料理中山店 好在我有去吃过 好在我们的葡德 葡德之前有带我去吃过 不然我也不知道 新夜日本料理是什么店 那其实全台好像有蛮多家店 北部我记得有两家三家 那这边讲的是 新夜日本料理中山店 2月15敲敲洗灯 那今天是2月21 雅虎新闻这边第一篇的报导 是礼拜一早上9点45分的一个报导 那因为是讲说 中山店应租约到期 其实中山店的房子也是蛮久的吧 我记得以前去的时候蛮旧的 那预计上半年将重新移展 新店铺与消费者见面 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近22年的知名餐饮品牌 新夜日本料理中山店 因为已经快22年了 所以真的我才去过两三次而已吧 所以有时候很神奇 过了22个年代 目前才看到这些内容 好 那再来的话 朱约到期2月15号 所以才有这些 敲敲洗灯的 那新闻现在才帮我 帮忙报出来啦 其实没注意 没经过 没路过也都不知道 那之前这边有讲的是 价格合理 CP值高 那 再来就是 适合全家大小 因为寿司 生鱼片 炸虾 天妇罗等都是热门名菜 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炸料 喜欢吃炸虾天妇罗的 那我有去吃过 那位于1998年 民国87年 到现在 第一家店开在新光3月A11 以buffet市场中 以日本料理定位 世纪更节奏与细腻友善服务鲜明特色 培养出忠实的客户啦 那他是2000年 2000年 等于是87年 89年吧 89年又在中山北路开设中山店 在双城设计 有多间包箱 一边用餐一边欣赏街景 纵使集团宣布在今年元旦起 调高吃到饱费用 每人涨100块 还是深受消费者喜爱 那在Google评价上 可以有4.2颗星的一个高级评价 那集团说 朱约到期后考量 因为店型不符未来使用 已运到2月5号 全新样貌店铺正筹备中 预计今年上半年 会跟各位见面 那目前各位可以选择到 星光3月 心意天地A11 北市管前站 还有健康店 及桃园市中茂店等分店用餐 现有消费权益亦不受影响 所以他这样讲 朱约到期 有可能会重新再整理吧 等他看他到时候宣布是怎么样子吧 因为你看这边有个新闻 吃到饱老大患人 星夜升量冲低 网络这一点 连小孩都爱 真的他里面很多小朋友爱吃的甜心 我刚讲天父罗也是 其中也是一项 那第二个新闻的话 这边写的是 时代的眼泪 由三立新闻网SETN的一个新闻报导 那由他们生活中心记者李爱婷的一个报导 时代的眼泪 22年老店新夜日本料理中山店席店了 这是他们的以前的门口巨站 新夜日本料理外卖物 一楼跟二楼 那边还有一个万波饮料的招牌 那是拍摄于Google Map 那也是我刚讲的嘛 新夜日本料理本来就吃到饱 餐点多元又新鲜美味 深受老饕喜欢 那在台有五间分店 我刚刚在讲有大概几间 新闻都有报导 在台有五间分店 新夜日里宣布22年的中山店 朱月到期又熄灯 让粉丝相当的不舍 那中山店要收了 最喜欢的分店说 PTT上面有些人在说的 那他这边是讲说 之后会找新子开业 于官网公布最新消息 那刚刚那边是讲说 他会重新整理 那看未来的店家在哪边吧 那这边还有公布一样嘛 还有四家分店 信义管钱健康桃园中茂 比如说全台五家 有这些新闻报导 就是让各位可以看到 你喜欢的画面 再来去看一下更多细节内容 那我们刚刚想到的内容 在新闻报导这边都会写出来了 那今日新闻 吃到饱迷哭了 新夜日本料理中山店 2月15 敲敲洗灯号 那一样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报导 像今日新闻这边 就有一个民调中心 可以让你选择 那也有很多细项内容 各位玩家都可以点击下方网址 来看到更多一些新闻报导 那由他们记者 张力德一个综合报导 这边内容讲的都差不多啦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 一样也是讲寿司生鱼片炸虾天妇罗等热门名菜 那成立的时间 好的那这边都讲的差不多 也是说Google评价有4.2颗星的高评价 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再观看一下 就像我刚刚讲的下面有很多连结 很多新闻很多内容 他常常做的就是懒人包 懒人包就是让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要查什么内容针对懒人包 去看一下去搜集一下 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讯息内容 那其实在这边跟各位朋友分享 懒人包的功能就是 他就是会帮你整合 比如像我们最近打疫苗的问题 我们最近一些 一些那个 消费券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等等的一些 像学生也有学生的问题 社会人士有社会人士 饶健宝有饶健宝 很多懒人包 这三个字就是说 会帮你整合起来 让你方便只要点个1 就能寻找到那些内容 那生活奇哥 其实每天在报导新闻 也是在凑一些类似懒人包 我今天针对这项内容做说明 底下都会贴网址 如果喜欢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收看 针对标题的话 我们可以做记录 就像我常跟各位朋友讲 没有观众朋友 我们还是尽量 每天在学习 读新闻、看新闻、内新闻 也是让自己学习成长 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哪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镜头前讲话呢 就跟我跟我跟你讲的 我们今天要上电视台 让你讲话 以前有三台 现在有很多台 那你要有资格吧 你没有什么内容 没什么东西 也不会有人找你谈 所以我们就是 努力学习 努力分享 那今天新夜日本料理吃到饱 的一个商心内容 就到这边 因为他已经要 已经在2月15号休业了 那未来会怎么样呢 那就静观其变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您 拜拜